两岁的菲亚刚从鬼门关走一遭 截至目前不明肝炎在全球造成9名幼童死亡 至少38位儿童需要肝脏移植 菲亚是其中一员 世卫组织统计 自4月初以来 已有33国通报共650例不明儿童肝炎 专家分析不明肝炎的罪魁祸首可能是 幼童免疫系统还不成熟 导致病毒容易趁虚而入 目前英国和美国是不明儿童肝炎的重灾区 WHO已将这场疾病定为全球终极风险 从两年前的新冠疫情大爆发 到近期的不明肝炎和猴肚病毒 专家认为全人类都应该为此负责 尽管如此 专家表示不必恐慌 只要各国守好防疫措施 还是有望阻挡病毒大肆扩散 待新闻落载进变异